在美聯社最近幾週拍攝到的獨家照片中 75歲的黎智英手拿一本書 穿著短褲和拖鞋 有兩名看守跟在身後 她看起來比2021年2月最後一次被拍照時銷售了不少 在獄中 黎智英每天只被允許鍛鍊50分鐘 其他獄球還可以踢足球或集體鍛鍊 黎智英卻只能單獨在一個看似長10米 寬5米的空間步行 四周都是鐵絲網 香港酷熱難當 她的求是也沒有空調 每月 黎智英被允許與親友會面兩次 每次半小時 他們隔著玻璃使用電話對話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終生效後 黎智英被控多項指控關押至今 去年因欺詐罪被判盡6年監禁 她還被控所謂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黎智英的家屬為此四處奔走 呼籲英國政府等各方聲援釋放黎智英 黎智英患有疼尿病 2021年在押期間被診斷有高血壓 她被列為A類囚犯 即最嚴重的刑事罪行 在北京推出的《香港國安法》之下 迄今已有超過250名民主活動人士被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峰 江迪亞綜合報導